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8日 与火箭队的季前赛比赛中受得伤 当时他在尝试运球突破时 在被对抗的情况下扭伤右膝 痛苦倒地 赛后到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 他的前交叉 现代肆裂 穆雷2016年首轮第249顺位被马次选中 在进入联盟后的第二个赛季 开始得到格雷格波波为奇的重用 在2017-18赛季 穆雷场均获得了21.5分钟上场时间 得到8.1分5.7个篮板 2.9次入攻以及1.2次抢断 逐渐做万首八空的位置 正是因为穆雷的悲速进步 老将托尼帕克才会在今年夏天合同到期 之后转头黄蜂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穆雷在季前赛就遭到如此恶运 不仅如此 马次对后卫线就像中了魔咒一般 接连9人受伤 先是老名过客因为游戏半月寡色略 将商庭6到8周 德里克怀特也因足笔基摩颜 要休息2到4周 现在 马次只能让本来是得分后卫的布林福布斯 特传手把空位移植 山丘 去打中火 。 是 的